顧巴拉圭的民俗化責任 他们代表巴拉圭参加国际上非常多重要的节庆 也致力于让全球观众可以更感受到巴拉圭民俗的独特魅力 当然今天我们巴拉圭共和国驻台大使 费卡洛大使也到现场 我们是不是请费卡洛大使我们挥手 打个招呼非常感谢费大使请子出席 也特别提醒大家明天下午四点钟的时候 我们一样在我们的绿都行公园会举行 我们有20个团队闭幕式会即将回到我们南营绿都行公园 举行大会演的演出 那今天我们是最后一场 有五个团队带来完整20分钟的演出 相信大家一定会非常期待也非常精彩 那也提醒大家10月13号的闭幕式 下午四点会在南营的绿都行公园举行 也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赞助商赵峰国际商业银行 对本活动的大力支持 还有包含我们的立法委员赖会委员委员 还有我们的沈家室议员 也亲自到场出席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巴拉 再为大家补充介绍我们巴拉圭的雷科维舞团 他们的舞团是由20位专业的艺术家 从传统的一艺术还有民族风格的舞蹈 把巴拉圭的龟品舞还有波尔卡舞都融合进去 他们演出的特点是他们会穿着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服装 那这些服装呢是色彩丰富 保留了巴拉圭的传统文化精髓 团队的每个成员啊 他们都知道自己身负着在世界各地传播巴拉圭文化的使命 那我们再度掌声欢迎巴拉圭的雷科维舞团 嗨 t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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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one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